唉,谁能想到小小年纪的我,就跳起了家庭的重担 作为家长,做不了家里的顶梁柱 你还是先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吧 我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天天洗脸 你看看你,真是让我操碎了心 你还没有给我洗脸呢 就让我给你洗脸,坏爸爸 爸爸,我得赶紧走了,要不会被爸爸发现的 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啊 怎么了,宝贝 宝贝,我们去看爸爸吧 他病得很严重 你很担心他吗 你放心,爸爸会好起来的 嗯 虽然爸爸生病了 但是,你也不能和别人在一起 这样的话,我会伤心的 哼 爸爸,你要是再不行 爸爸就被别人抢走了 你拿了我的钱,就要乖乖听话 好好养病哦 爸爸,你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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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 丑死了 爸爸 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 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,也不是你爸爸 那我就叫你奶奶吧 嗯 跟伯伯一样 哼 奶奶,你会踢足球吗 不会 那你有踢足球的朋友吗 没有 那你 会把我踢高高吗 不会 那你会干啥 挣钱 我会钻钱有什么用 不会踢球 又没有踢足球的朋友 又不会踢高高 我会钻钱有什么用 你知道钱什么东西吗 嗯 嗯 当然了 你这钱从哪里来的 你不用管 你就得要好好的养病 我来养着你 你养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养我 你是男啊 拜拜 胆子越来越大了 看我回去不收拾你 陆总 给您添麻烦了 陆总 臭小子 急死我了